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铭笠炮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 国务委员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小光 何立峰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莫雷诺访华的有 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部长 驻华大使 新闻秘书 总统府法律事务秘书等 军乐团奏恶中两国国歌 出席欢迎 新闻秘书 莫雷諾在習近平陪同下 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 莫雷諾是應習近平的邀請 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的 歡迎儀式後 習近平主席同莫雷諾總統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 2016年我對厄瓜多爾進行國事訪問 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翻開了中俄關係發展新篇章 總統先生上任後 致力於深化中俄友好合作 我對此表示讚賞 推動中俄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也符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中方歡迎惡方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共同推進基建產能農業信息技術 新能源環保等領域合作 歡迎惡方積極開拓中國市場 分享中國發展機遇 中方對惡融資合作 完全基於平等互利和商業原則 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中國政府要求在厄瓜多爾的中資企業 遵守當地法律法規 莫雷諾表示 中國是厄瓜多爾真誠的朋友 厄方欣賞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 欣佩中國改革開放成就 以及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和開拓創新 中方為厄瓜多爾經濟社會發展 提供了寶貴支持和幫助 特別是2016年 厄遭受地震災害後 及時向我們施以援手 中方的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 也將厄中兩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厄方願積極參與在廣泛領域拓展合作 厄方歡迎並感謝中方向我們提供的融資支持 這對促進厄瓜多爾發展 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十分重要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 中俄兩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等 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楊潔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參加